那我们这个心理心法就是 老师也是这样讲,刘蒋师也讲 我们的基本功夫绝对是从万元放下 在万元放下 刘蒋师在第一堂课六祖参经 第一堂就开始教我们大家如何做万元放下一念不生 因为刘蒋师是从十三岁开始修 到西本发挥的它是证悟 它是证悟,不是我们现在才在念 它证悟到万元放下一念不生 我们整个佛性就可以进去供变法界 所以他讲很多法的就是看我们每一位前仙 你觉得你适合哪一种,你就去一门深入 所以第一堂课第十页到第十一页 刘蒋师讲得很清楚 如何做万元放下一念不生 那后学是记得说自己在现场听课的时候 后学真的是 喜会的很深 当下有讲师就只可以设受我们 专心听课 那个就是万元把它集中成一元 就是听那个性理经法 很多在重要前行情就是这样遇到的 包括后学也是 有一阵子真的很长的时间 没有特地是说做万元放下 特地来说我现在要做万元放下一念不生 因为我们在现场听课 已经听习惯了 回来自然就不会再激情动念 真的,保持一段时间真的是不算短了 那现在刘蒋师已经原集了 他的法还留在凡尘 我们一样可以在自己家里随时听 那听就是让我们从万元放下 然后集中在一个议员 那个议员就是在听嘛 然后可以引导我们 慢慢对于凡尘事 一直上一直上 今天有讲啊 那个万元就是万法 只是我们万法要了解 万法背后的事项是什么 因为万法背后的事项是 行不生不必的佛性本体 所以就是刘蒋师在世的时候 我们有承受他那种射受的那个力道 我们真的当下只要专心在听课 都可以马上摸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 那时候就是要靠大家 后来一直慢慢持续 就是万元就是凡尘事嘛 我们所经历的 所认识的 所遇到的 所点点点点点 就是凡尘 万人就是妻子嘛 所以要把这个妻子都把它放掉 不管我们是 遇到顺境的、逆境的 今天上课都有讲 顺境、逆境 不要放放放放放 因为我们复生本体里面 没有这个 顺境、逆境也好 没有喜欢也好 没有讨厌也好 那后来 刘蒋师就 因为他私底下 会看大家的姻缘 后来刘蒋师有私底下 叫后续 需要做万元通 做耳根元通 因为理想是要看 刘蒋师 刘蒋师 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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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根元通 就是把我们的佛性延伸 不要局限在身体里面 一直把它延伸 延伸 延伸可以延伸到 静虚控电法界 不要 所以 有 刺激 功夫 所以各位姐姐 我们还要在 外元放下 拉根 这个也是老师说的 每天要做 外元放下 做一个小时 每天要宣识心理心法 每天要宣识心理心法 两个小时还小时 都是这样子 这样就是 在家 工作 公务 我们在做的 不然现在都不知道 外元是什么 外元就是 我们在凡城市 我们所经历的 好的 顺的 腻的 什么什么都要放 放 所以 外元放下 养成习惯以后 就不会特地去提醒自己说 我现在要做外元放下 养成习惯以后 就不会特地去 跑出那个念头 所以 我们都是要养成习惯 那刚才就是后学问成姐说 你所知道的哪几位前行在做 就是请他人做 请他跟我们大家分享 外元放下 一定也不慎 如果 你再还是说 时间的关系 就请皇兄 那后学是 想请这个 我们 线上也很多前行 都很努力在做外元放下 尤其 尤其仙仙仙正花卖 就像请那个什么 郭兄 还有请那个李兄 他们下的功夫 后学很赞叹他们 因为 有讲师 不在了他们愿意这样做 那个功夫更是了得 不像后学 是在现场听课 然后 射受到可以外元放下 然后就是 保持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外元放下 外元放下 后来都没有外元放下 这四个字 所以一个证悟者 就是有种功力 只要我们在现场 专心听课 真的很多人 就是在那个时候 公布都出来了 而且 公布出来是很平常 很平凡 很平淡 在跟你说 讲师的聊天当中 他会 他会告诉你 你佛性怎么样 你怎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 这女讲师 会跟我们 跟我们 肯定说 你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现在是什么状况 所以 和学很赞叹 就是说 没有在 没有 身临其境 听刘讲师的课 能够做功夫 做到 做外元放下 做到有功夫 真的和学很赞叹 所以 由这几位前行 我们更可以肯定 因为很多情节说 啊 你们比较有 你们比较根基 好了 你们比较怎么样 可以现场听 哦 刘讲师六年的 同意工的心理心法 一样 愿意下功夫的人 一样有功效呈现 只有郭英明 郭兄 李东霖 李兄 还有什么凌暖凌姐 很多哦 后学不知道名字 很多 你一跟他聊天 就知道他有没有在做外元放下 一定不真了 真的 一聊天就知道了 所以后学想说 您在座的 如果没有亲身见过 有讲师 来分享 更可以启发大家 谢谢各位讯息